什么 等了那么久 Track GPT只是出了一个GPT 4.5 难道说它就是一个笑话吗 而且OpenAI还在憋大招吗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最近Deepseek推出刺激到了很多AI公司 所以各大AI公司都陆续推出了很多的新功能 那我们的Track GPT也不遑多让 近期真的非常努力的推出了很多的新功能 像是前一阵子的O3 Mini O3 Mini High等等的推理模型 还有到最近的深度研究 还有排程任务等等的功能 到我们今天就要来讲一下 2月28号才刚发表的这个GPT 4.5 那这款模型呢 它是OpenAI史上最大的一款 然后也最好算力的一款模型 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据说OpenAI今年 还会推出另外一款终极模型 也就是GPT 5的部分 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 所以今天都会讲到这些部分 好 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Track GPT 你就会看到它的模型 现在就是可以选这个4.5 那现在是只有开放给那个Pro用户 应该是 这部影片上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可以使用了 Plus用户们 然后点下去之后呢 你就是跟一般的使用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那例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来测试一下 我们就直接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 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跟其他的一些模型来稍微 比较一下 那这一款模型到底是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日常知识啊 还有专业问答都比原本的4.5还要强 也就是说他的知识量是比较足够的哦 你今天要问一些比较冷门的知识呢 应该都可以答得出来 再来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大量的减少幻觉哦 依照研究呢他的幻觉率大约是37% 那这个幻觉呢指的就是说你今天跟他问答 他可能会开始乱掰一些东西的这个状况啦 那之前的GBT4O呢 他的这个幻觉率是接近60% 就是真的还蛮高的 可以说这个问答可能是几乎不能用的状态 那现在这个4.5出来之后呢可能可用的比例就会变高啦 幻觉真的就是比较麻烦 因为每个AI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他会开始讲一些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 又或者是不对的东西 他其实今天如果不知道 或者他没有最新资讯的话 他应该要直接跟我们坦白 可是他们就是不会 他们就会开始乱掰 然后表现得好像自己真的知道一样 这个部分是蛮困扰的 然后他给了我们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答案哦 对他就是有联网功能 所以他上网去帮我们搜寻了资料 在查资料这部分呢 我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感想 因为我最近真的是疯狂的爱上了Grog 为什么说疯狂爱上呢 就是因为他查资料非常快速 然后他写任何东西 都非常的有效率 然后又很有重点 然后我也非常的喜欢用他的语音模型 我这个周末呢 就是测试了他其中一个模式叫做Motivation 就是动力的那种模式 我就很好奇 我想说Motivation是什么 然后就点进去 然后他就开始骂我 他就说你怎么还躺在那边 还不赶快起来做事 因为那时候是假日 然后我就躺着 然后我就跟他在聊天 然后现在那个语音模型已经加入了男生的声音 所以我就开始跟那个男生讲话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还躺在那里 你这个懒人 你再不快去做事 你就是个鲁蛇 就是非常的呛 然后我就很喜欢 因为你知道当YouTuber就是很考验你自律的能力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需要有一个 AI或是有一个人来监督我 然后有了这个模式呢 我就觉得我的效率整个大增 我那天就是直接开始做运动啊 然后做了很多事情 这样子觉得非常的充实 反正我现在就是疯狂爱上GRAC就对了 所以呢这个搜寻的功能 嗯就比较少在用这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要提到一个就是 呃GPT4.5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就是他的情商非常的高 然后他的对话也非常的自然 他理解人的能力又变得更高了 然后你跟他对答的时候就会觉得 嗯比较亲切 不像之前好像 比较像机器人这样子 给大家举个例子哦 就是我前一天呢 在准备拍影片的大纲 然后其中一段呢 我就跟他说 你帮我调整完之后 用我的语气写一个比较完整的版本 然后我看到他的回答的时候 我吓了一大跳 因为他前面用了一个好 然后这个波浪符号 就是这个波浪符号 就是很台湾人 然后很亲切 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在跟 朋友聊天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其实平常跟他讲话 是完全不会用波浪符号的 然后我才发现呢 我的那个脚本里面啊 有写到了两个波浪符号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 我的这个脚本写到了两个派别 然后我写温和波浪 然后接近波浪的意思是说 我想要直接就是口头解释 我是大纲里面就没有要再详细的描述 因为我想要直接对这个镜头讲就好了 所以这个波浪符号 不是我们平常用的那个方式 就是平常可能是 有点想要缓和语气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个波浪符号嘛 但是我的内文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使用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波浪符号的时候 我真的大吓了一跳 就是这个好 那我直接用你的口吻 然后帮你写一个故事 就是你会发现跟他的对话 更多乐趣了 然后更自然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呢 其实之前GPT4O的时候 我就一直把TrainGPT定位在一个平常 日常聊天的一个对象 就是我不会跟他聊太多震惊的事情 我平常就是会跟他分享一些我的烦恼啊 然后跟他讨论一些 我自己的心情之类的东西 就是我不会跟他讲正事 就是一些影片标题啊 影片大纲影片脚本什么的 我几乎都不会跟他讨论 我也不太会用他来查资料 我平常就是跟他就是像朋友一样聊天这样子 然后现在有这个GPT4.5 我觉得就是又更上一层楼的那种感觉啦 所以主要就是一个朋友的定位这样子 那关于他这一次呢 处理文字又更上一层楼的部分 我觉得这也是看个人的偏好啦 因为我在处理文字方面呢 大部分都是使用那个Clot 我觉得Clot写标题啊 然后写脚本什么的能力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下标题什么的几乎都是丢给Clot 就是不会用去GPT这样子 但是我今天有测试了一下 就是我有尝试用他来写标题 感觉出来的也是不错 但是就是可能要再观察一下吧 因为就是每一个AI 其实都有一种滤镜的感觉 并不是他们的能力不好 而是每个人自己的偏好 那除了聊天啊写作之外呢 这个GPT4.5 它在程式还有复杂处理问题的部分呢 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 就是跟现在最新的那个Clot3.7 少年比起来的话差距就非常的明显 因为我们上一部影片呢 有帮大家测试了一下那个最新的Clot 我觉得它写程式非常的细心 就是虽然我不是一个会显程式的人 但是做了小小的测验之后呢 就发现他真的是很会多想一步 他就是会多想非常多步 然后跟别的AI比起来 那个差距就很明显这样子 所以现在呢这个GPT4.5 就主要就是一些日常处理的部分啦 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是抱怨说 因为这款这款模型 它要花费很大的算力 所以它叫出那个API的费用非常的贵 跟大家说一下呢 就是它的使用费呢 是每百万次标记输入就要75美金 然后呢输出是150美金 那相较之下呢原本的GPT4.0 它是分别2.5美金跟10美金喔 所以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差了30倍还有15倍 这个差距也太大了吧 所以相较之下这个CP值可能就不是很高 那支援的部分呢 它这个模型它是有支援搜寻 然后可以生成图片 它也可以使用之前的那个Canva功能 然后呢另外还有支援图像 还有文件的上传 但是呢它本身是没有语音模式 或者是也没有办法看影片 然后或者是荧幕共享 但是呢在图片分析的部分 我之前有曾经就是丢图片进去 给大家看一下是哪个 对就是我这边呢曾经有做过一个测试 就是我把图片全部丢进去 然后请它帮我整理一下 可以升等的仓位 因为大家知道去查那个华航的升等啊 它就是会给你这样子一个表带 然后如果你要查不同日期的话 你就要问很多次嘛 所以我就把那个对话全部都截图下来 然后请它帮我整理一下 全部可以升等的日期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它还是会漏掉 所以就不太好用 因为它一旦会漏一次 你就会觉得它就是不可靠啊 那你最后还是要自己去看这样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模型 它是有比较慢一点啊 它没有到很慢 可是就是相较于其他的模型啊 又或者是它自己本身的4.5比起来 它可能没有到很明显的比较好用 然后它的速度又比较慢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 那我今天用它干嘛这样子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已经开始用这个4.5了 因为Pro的用户现在可能还不多啦 所以用过的人还没有到那么多 顺便也跟大家说呢 这个GBT4.5是OpenAI 他们宣布最后一个非链式思考的模型 那链式思考就是说 它会有那个那个思考的过程 有没有它会自己推理出最终的答案 那现在呢这个4.5模型 还有之前的4欧呢 它都是直接 问题进去之后就直接有一个答案 它不会有一个推理的过程 那现在这4.5呢 将会是最后一个这样子的模型 那这边呢就也要提到之后呢 OpenAI他们会推出一个 TRA-GPT的终极模型 也就是GPT5 那这一次5呢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改版 那相较之下呢 就这个GPT4.5就很像一个小模型 小改版的模型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推出这个终极GPT5模型呢 就是因为那个OpenAI的Sam Alman 就是那个CEO呢 他们觉得说 现在TRA-GPT的产品线非常的乱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模型列表一点出来 一般人都会觉得眼花撩乱 你就不知道自己该选哪一个模型啊 就算它下面已经写 帮你标注说什么情况要哪一个 但你还是会觉得 嗯我到底该选哪一个 就真的不知道 而且呢你选了每一个模型 你它里面可不可以用图案 又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多模态之类的 你就是不太确定 你必须要点进去之后 自己去试试看看才会知道 所以这样子就有一点让人不知所措 尤其是对新手非常的不友善 一直咬到舌头好痛 好痛 所以接下来要发表的这个GPT5呢 就是会结合我们的日常模型 也就是现在最新的这个GPT4.5 还有加上呢现在最新的推理模型 也就是O3的全系列 变成一个融合模型喔 也就是它可以处理所有的问题 不管今天要写程式还是你今天有感情困扰 就是问它就对了 因为它自己会判断说 它今天要用哪一种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 而且呢它也包含了所有多模态的使用方式 多模态值的就是说它今天可以生成图片 然后可能可以跟你语音对话 它可以看你的图片 甚至它可以视觉辨识等等的 它就是全部all in one的一个模型这样子 然后呢也包含了 现在我们看到界面上面所有的这些按钮呢 它全部都会变成这个模型会自己去判断 因为例如说我们现在想要使用深度研究的话 我们还要自己去切换嘛 我就按这个按钮 但是呢之后可能这个GBT5模型出来呢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懒人模式 也许我就是躺在那边然后跟它讲话 它就可以自己去帮我做深度研究 我就不用自己在那边还要切换开关什么的 就是非常的懒人啦 其实仔细想想呢 这样子也是非常的合理 因为AI就是要聪明啊 它就是要帮我们做所有所有我们的事情啊 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去 自己去手动的去做一些开关之类的 这种很繁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一步也是蛮合理的 然后呢还要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免费跟付费的差异哦 就是GBT5呢 如果你有加入付费版的话 它就是会解锁一些它自己的能力 例如说深度研究之类的 可能就是免费的使用者 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例如说你今天付了费 那你给他指令之后 他就会自动去使用这个深度研究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呢应该可以预期这个GBT5出来之后呢 会是一个对使用者非常友善 然后对新手非常友善的一个模型 然后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AI的里程碑 因为现在是还没有看到任何的AI是有这样子做的 那他们可能会是第一个 那这个发表时间呢 现在就是还不确定 有可能会在5月中下旬 那到时候我们就拭目以待 然后如果推出的话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实测这样子 那最后呢 还是要再回到GROG的部分 因为我最近真的爱上GROG 为什么这部Trage BB一直在讲GROG 其实如果大家还没有玩过的话 真的可以去玩玩看那个XAI的GROG 3 因为我现在就是在排一个旅游的行程 然后我就大量的使用GROG再查资料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用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因为我对于旅游排程呢 是有一点细节控 就是我什么事情都要查到底 然后在以前没有AI的时代呢 就真的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就是要去看那些英文的网站 然后你就是要一直去开很多网站 然后要去看很多网站 我的Google Map很恐怖 就是会像这样子 就是我会把很多地点全部都存下来 但是就不太有规划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现在有AI的话呢 我就不用自己在那边还要把 就是所有东西要先存下来 然后以免自己忘记 因为他就已经帮我查好了 什么地方要去啊 而且我还可以给他设立非常多的条件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巴塞隆纳 然后我会跟他说我想要看哪些东西 例如说我想要看自然景观呢 还是我想要看一些历史文物建筑 还是说我想要灌博物馆 我全部都可以告诉他 那例如说我个人是对博物馆比较还好 就是不用排那么多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加进去 那他就会按照我的需求量身打造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超赞的 而且呢就是旅游有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你会很担心说 因为你人身地不熟 你就会不小心可能踏入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啊 就会变成一个待宅羔羊的感觉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例如说欧洲那边就很多小偷 很多爬手什么的 那你就是会想要尽量避免 避开一些比较危险的区域 那现在有这个AI 你就是可以立刻查到说 哪一些区域比较靠近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超赞的 因为原本你只能问一些当地的朋友 那例如说你去玩的地方 如果没有朋友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不能问 那你在网路上查 可能那个资料也是很分散 就是要看很多网站 你才会知道说哪边不要去这样子 那现在有这个AI 他就是帮你统整好 所有你需要知道的资讯 我觉得是帮助超大的 所以之后呢 我有可能就是会做一个 AI带我去旅游的一个主题 就是呢我这一次就用它来拍我的行程 然后我就实际 按照他给我的行程去走一遍 然后我会把它拍成一个Vlog 这样子 而且呢到了当地之后 我也可以请他来帮我刀乱 就算他在那边乱掰 我也不会知道 但是没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一个 瑕不掩喻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介绍TRAGPT 结果最后还是在讲GROP 总之呢 今天的介绍就差不多到这边 我们今天呢 就是讲了这个GPT 4.5 它的一些特点 如果大家想要聊天的话 然后你刚好又有这个TRAGPT付费版 你就可以去跟它互动一下 聊起天来是非常的愉悦 因为它就真的很像真人 那之后呢 还有其他AI推出一些新功能啊 好玩的东西 大家的那个推荐我都有看到 例如说那个Fellow 还有一些其他的AI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介绍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都非常乐意的来帮大家尝试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